歡迎來到 Isaac Physics 教室 我們今天的嘉賓有 Sanny Joseph Charles 這個就是上次三集的 Charles 也是 可能聽完這集之後 大家聽眾就會說 唉呀 為什麼還沒說這個 鬼佬的拆解王 什麼時候才說啊 所以 其實大家的物理知識 沒什麼可能在一個半小時之內 可以跳到那個水平 三個小時都不行 我最初還要你講兩支物理學 對了 所以其實多放幾集都不行 即是可以不用說鬼佬拆解王 不過現在叫盡客人屎 攝多集而已 這樣 好啦 我們上一次 其實我們說 這麼多東西 就有一件事不清不楚 就是什麼叫反粒子 那 是不是 一來就說反粒子啊 今天 是啊 上次說不清不楚 哦 是嗎 是啊 不要誤了 說多幾句 哈哈 那你想怎麼說 你想怎麼說 是不是真的說粒子的陰暗面 哈哈 人的陰暗面 是啊 是啊 那上次說到說 質子和電子有什麼分別啊 就是質子很大粒的 電子很小粒的 那質子就是正電的 電子是負電的 那接著呢 反質子又怎樣呢 喂不要誤會啊 喂 反質子 那就是反轉 我CV沒有Physics 哈哈 哪裏反轉 就是電荷反轉 是不是 反質子呢 就是那個質量 就是重量 就是質量 哈哈 跟這個質子是一樣的 但是呢 反質子是負電的 嗯 而反電子呢 就是跟電子一樣size 但是它是正電的 然後呢 正反粒子要怎樣呢 如果正粒子和反粒子相撞 是不是煙燒雲散 是啊 就是 炸開了 然後就變成沒有東西了 嗯 那呢 這個 正電子和反電子相撞 又是這樣 就沒有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看這個 那套 那套 Angels and Demons 嗯 中文是什麼 天使與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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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這個達文西密碼 是啊 是 那他呢 就說拿著一個瓶 裝著這個正粒子和反粒子 嗯 然後只要你一搖 那兩粒東西就相撞了 然後就在天上爆開了 嗯 就是這樣解釋了 嗯 其實在Big Bang Theory裡面呢 也有很基本的解釋 怎麼為之 正粒子和反粒子 其實他們就不是用這個詞 他們是用Meta和AntiMeta 就是 正物質和反物質 是的 當一個宇宙大爆炸開始的時候 那能量開始充斥 那物質開始形成 但同時間有AntiMeta 即是反物質是反勢 所以你會發覺 雖然那個宇宙是不斷在彭上 但不是說膨脹到的速度是超越了光速的界線 如果不是的話 一是把物質和反物質同一時間的速度 就整個宇宙形成不了 即是說 物質是比反物質多一點的 那個速度是 蛤 很荒謬 是 你知道我為何要找了抄襲 我們三個人坐起來都這麼正局 加多一個希望好一點 哈哈 多解一點 其實都是這樣正局 哈哈 我CV沒有非常非常不好意思 哈哈 第三次了 我們說第三次了 我現在要強調一下這個 是的 好了 那為何要說正粒子和反粒子呢 就是 又有位慶眾問 究竟現在那個叫什麼 誰 SERN 不是叫SERN C-E-R-N C-E-R-N的SERN 那瑞士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SERN LHC LHC 是的 即是中文是什麼 什麼 什麼粒子撞擊器 強 對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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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子對撞器 是很強的 是 為何跟以前的SERN 其實是一樣東西 不過大件一點 其實80年代那時候 之前都有搞過的 但是小很多 其實80年代 雷根那個年代都是有想過搞的 那現在那個LHC 大概不知道27公里 其實80年代的時候 就說做100公里 因為技術科技做不到 後來就禁止了 因為太貴 那其實那時候是冷戰 他們是用來打疏聯 那他們自己禁止了 然後疏聯就打算做的 誰知道疏聯都沒搞 都沒搞 你倒了台 那現在他們所謂的成功一點 哦 就是歐盟有錢了 有錢了 那就是用一個圓形的磁鐵 就用來加速粒子 那粒子就不斷加速 加速這樣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就撞到反粒子那裏 是不是這樣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加速到接近光速 對 就撞到反粒子那裏 然後砰砰 爆炸的時候 就會由頭來過 就是說 就是他們希望製造到 好像宇宙起源那裏 所有粒子齊齊 然後就看看 究竟 究竟有什麼粒子會撞到出來呢 那什麼叫上帝的粒子 剛才提過 上帝的粒子 就是小個原子裏的粒子 小個原子裏的粒子 對 就是不是這個Diamension的子 不是Diamension的子 就是不是小原子 那就是說 除了這個 質子 中子 電子之外 還有反質子 反中子 反電子 原來除了這些子之外 還有百種其他的子 總之就是一粒粒的 有很多 都是在 正常的宇宙裏面 完全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因為他們的 壽命是非常之短的 你算就算得到 但是實驗就很難做得到 現在實驗就是 嘗試去找這些粒子出來 去符合一些 formula 的需求 例如這條素式 他計完之後 已經發覺原來是需要 有這樣的東西 才會符合那條算式 現在就是那個箱 或者那些 是不可以的加速器 就是在做這件事 嘗試去找這些粒子出來 那當這些粒子 找到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說 這個算式 這個理論是對的 是啊 就是說其實以前的人 就是 二三十年前 就有人有些這樣的 有一個模特兒 是裝了所有這些 所謂的次元子進去的 嗯 那這個模特兒 就是有這個質量 和電荷 那將這些次元子 側上去之後 就發現是排成一個 很漂亮的立體 那樣的 X-Ratrix 是的 那他們就說 這個真是很完美 那樣 但是呢 算出來就是有百多種 然後放進去的位置很漂亮 但是呢 有些呢 就是 那麼久以來 都沒有撞過出來的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 可以說 理論上實現得到 但是 如果你說做實驗來講 是有一個非常之大的難度 因為首先你要撞那顆東西 那你撞那顆東西 就要將 加到光的那個境界 才可以撞到 而且你撞完之後呢 那有很多手尾要跟 因為有很多不好 就是那一半 基本上就是不夠半秒 是低於四十三個零 就已經是燕屍均散了 有時候我會覺得 其實可能 在作用的過程裡面 其實已經出現了 只不過是我們的 測量儀器 是測量不了的 它出現的時間 是超過我們可以測量的時間 變成 其實可能它已經出現了 但也測量不了 就是儀器上的限制 你現在LXC其他事情 就是想重演BIGBANG的事情 撞完那一刻 就想看回那一刻 那個時段 究竟是有什麼走出來 但你說BIGBANG的時間 基本上是 0.43.0 是的 一剎那間 一剎那間 只是少於一剎那間 少於一剎那間 對 已經重演 翻了所有東西 沒錯 這個才是最大的難度 在這個物理界裡面 一剎那間 簡直是天長地久 哈哈哈哈 剎那是印度最小的時間單位 非常厲害 一瞬間就是眨眼 一瞬間有幾個剎那 好像說 幾十個剎那 即是差不多百分之一秒 在這個物理界裡面 簡直是天長地久 那麼久 它撞完之後 你拍到照片 有一條條線 為何我拍到照片 因為我常常說 兩不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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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四不知六不知六不知五不知幾多 就是你不射光下去 你是沒理由見到的 你射光下去 你就已經推動了 即是說你見到的都是假的 即是你上次 講的測不準原理 其實 你看到的一條東西 是一個所謂 bubble chamber 製造出來的 原理是什麼呢? 就好像飛機飛過 背部有一條雲 是一條的 就是因為 飛機噴出來的煙 是有很多梨子 即是帶著 一粒原子 掉了一粒電 就會變成正 就會黏住水蒸氣 水蒸氣就會黏在那粒東西 變成一個水點 於是 然後 就會變成一條形的雲 這就是飛機雲 這就是飛機雲 你把這個原理縮小 在實驗室裡面 其實 你在這張照片裡 看到每一條東西 都是在 盒裡的煙 製造出來的一條雲 嗯 它就是利用這條雲的長短 來量度一下 那顆粒子已經存在了多久 還有是正令符 有沒有補充 還在混合呢? 哈哈哈哈 現在你這樣說的話 其實是不是量度一下 Pang length 那個長度 蛤? 什麼Pang length? 你大小的理論 就是你這條東西 那個長度是 負43cm的長度 那些量不到 你不要開玩笑 哈哈哈 真的量不到 差很多 比零 現在 Big Bang 裡面 其中一個 例如現在LX3 它想理解的就是 一件事就是 你撞那一刻 你發的那顆 究竟是 一粒粒的波子 還是好像 波浪 還是好像很短的長線 就是那個弦 是不知道 這個就是LX3 所以下一個步驟 將它做的事 就是它想回超然理論 就是這個東西 究竟是否可以 可以證實得到 超然理論 究竟這個東西 這個理論 究竟是否真的 還是這個東西 是為了搞一些東西出來 搞一些東西出來 是不是叫做 超然粒子 其實現在有兩個學說 那 Big Bang 那時 究竟是一粒東西 爆炸出來 是由一條繩子 伸延了很多不同的粒子 是兩個不同的學說 那LX3 除了要找回 譬如說 尿圈奴 孤王 即是那些 膠紙 膠紙之外 你還要在Big Bang 即是那一刻 可以有其他資訊 再找出來 嗯 但其實你看的東西 不是那些東西 你看的東西 那些東西是In 不過你用那些In 來估計 估計 估計 因為你插不准 始終是差不多 用它所出現的痕跡 然後就估計 它存在過 估計 它有多久 在這裡 譬如說 你做理論的 然後你去做實驗的 再求證 其實可能是中間有個差距 但始終你起碼裏面做了也好 過不會做 你太過理論化的話 到時候 可能過了百多二百年 都是原地達佈 那你做不到那些英雄的程式 是的 我記得我讀大學那時候 十幾二十年前 那個博士拿著一張照片 這個是十幾二十年前 就是細碼的箱 拍出來的 就是一萬九幾條線 然後就說 你可不可以 在一萬九千九百幾條線裡面 撇了一萬九千八百幾條 找回那一條你想玩的線出來 這個就是 做完實驗之後 要做的事情 那不就好 大哥 我不夠Physics 不夠物理學家 請多一點 可以繼續玩 現在做一個更加厲害的 就是九萬幾條 找回那一條出來 以阿成介證 你可以去申請這些基金 去做這些實驗 那你就不用休了 哈哈 現在八千幾個科學家 在做這些 哈? 我這些是耳打錄來的 不要開玩笑 哈哈 一張照片 教你玩一輩子 一張照片 誰知道一輩子 幾輩子 而且他還 逢初一十五就做一張 哈哈 逢初一十五就撞一撞 哈哈 其實他是不斷地撞 他是不知隔幾天撞一次 看看哪張照片中獎 嗯 你裡面那個實驗 那個 那個 可以考究的事情 始終都是 有時候有個 限度在 因為太短了 那個時間 短到 只能說 四十幾個零 那些事情 拍到那張照片 跟你下一張拍到照片 再跟你下一張拍到照片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 是啊 即是說 基本上你拍到43個零的照片 哈哈 哈哈 好了 那 就有朋友問 究竟這些實驗 是不是安不安全的 那些 那些 微型黑洞 會不會把地球擠進去 那 其實呢 這個霍金已經解釋過了 就是黑洞越大就越穩定 越小就蒸發得越快 那所以呢 在這個撞擊的時候 產生的那些 微型黑洞 在剎那之間 就已經消失了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害怕的 那其實呢 在這個太陽每一天 都是寫一些 非常高能量的粒子撞到地球 所以隨時都有微型黑洞 嗯 其實譬如說 你地球爆了變黑洞 那其實那個黑洞的大小是一個CM 所以你那個LX3 即是測試什麼差 對撞完之後 都可能是有幾個零的 十個CM 負多少個零 不知道負多少個零 咦 沒有了 很快 不是 已經是地球的 太久了 你一玩 那裡那裡那裡 就沒有了 正想說 他已經沒有了 對 好了 那 但是呢 是不是代表雙是安全的呢 我就經常都覺得 這些實驗最好不要在地球做 不在地球做 可以在哪裡做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很危險 我們經常都覺得 在太空路做更危險 其實呢 雙不安全的地方 並不是微型黑洞 而是 它的磁鐵 因為呢 它要用來加速 加速這個粒子的磁力 實在太厲害了 我想是厲害到會影響到地球的磁場 它現在撞完之後呢 它想模擬回大爆炸 又是驗的 它大爆炸那一刻呢 它產生十六 不知道十九幾個零的 電子浮特 它現在撞到的東西 也是一樣的 它撞完之後 還要說 加多一千倍 加一千倍 即是模擬回去 那你說也不會嚇死你 那就是 哦 那就是有多少 你覺得能量很厲害嗎 不知道多少兆 是啊 十九個零 十九個零的 電子浮特 不是啊 能量都沒有關係 能量都是包在裡面 但是 是 是磁石危險啊 因為Isa的意思是 磁石的能量大到影響地球磁場 哦 是這件事 是啊 它產生的能量 其實 好像Isa剛才說 它都是在實驗 那個加速管裡面 走來走去 哦 都不會漏出來 但是那個加速器 那個磁鐵 所產生的磁場的能量 就不是你可以包在那條管裡面 是啊 它會影響地球磁場 影響地球磁場 不知道搞到哪個板塊 動了一點點 對 所以現在地球磁場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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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就算不弄 就算不弄自己會動的 哈哈 就是 就是 不知它動到哪個 不可能 動回上去也不會 動回好一點吧 不是 其實你那個 就是你那個 那個安全問題 都有好幾樣東西 就是你那個 那個磁力問題 不是的 好笑到 其實是 雙腿最初 一華國實驗會開始 很多人是反對的 那他已經 Official 這樣說 就說 我們很安全的 我們沒事的 怎樣怎樣怎樣 那其實第一天 開波就已經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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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壞了 是吧 是啊 他的答案就是 發揮了技術上的問題 是 這樣機場 一開幕 哈哈 技術上的問題 是啊 但是機場不會影響地球的市場 嗯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就想說一下這個 恆星的發展史 即是 The Sun The Star 那些東西 嗯 話說呢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 有一坨 就是這個 氫氣 所謂氫氣 就是這個 質子和電子 就是 其實有一坨質子 和一坨電子 嗯 就是叫氫氣 這樣 那跟著呢 當他們這個引力 慢慢 就是這個 互相吸引的時候 他們就會衝在一起 變成一塊東西 然後這塊東西就會產生核聚變 那什麼叫核聚變呢 各位朋友 大家突然看著我 哈哈 一定要我答 這個問題 啊 你啊 當然由你啦 你的CV也有 不要拍攝 啊 我是有教師證 哈哈 那不差就現在再教一次給大家吧 哈 你還沒教我 哈哈 哈哈 等你等你 等我 最簡單的條色就是這樣 普通 質子加質子 這樣 那質什麼出來 他好像有幾條色的嘛 他本身那些聚變 那第一個步驟 好像是 鋪塘加鋪塘先的嘛 變了什麼 變了兩個鋪塘 哈哈 即是同性 哈哈 不是鋪塘加鋪塘嗎 不是鋪塘加鋪塘嗎 第一個步驟 好像是 鋪塘 已經鋪塘 鋪塘是補塘的 怎麼會黏著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很close的 大家都很close 哈哈 一開始就已經很close 哈哈 為什麼是這樣的 只是這樣假扮 哦 其實一開始是有 鋪塘和鋪塘 撞起來之後 會變成 鋪塘 即是質子是正的 嗯 電子是負的 兩個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中性了 嗯 那跟著呢 就這個質子加質子 怎樣撞得在一起 就會老屈了 變成一個 這個質子 會變成一個中子 哈哈 哈哈 硬屈它 不是 它不是硬要黏一顆電子 才可以的嗎 即是這個 是啊 是 隨便吧 總之是這樣 哈哈 總之呢 壓起來之後 就變成一個 一個東西 就是兩個質子 兩個中子 哦 那個呢 就是Helium 即是害 害的核心 那同時呢 那為什麼要加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它黏起來之後 它會放出能量的 那聽到這裡 大家沒有讀過Physic的朋友 聽不聽得明白呢 簡單點說一次 就是兩個的 氫原子加在一起 變成一個害原子 中間就會釋放了能量 是不是這樣 兩個氫原子 不是 不是 兩個質子加兩個中子 黏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害 所以 那中間的過程 就釋放了能量 對 那 那為什麼不可以 一個質子和一個中子 黏在一起就算呢 這樣 那又說 那個是unstable 即是說 不對稱 不對稱 就是unstable 那所以呢 總之呢 就是 一定要兩個質子 兩個中子 才會完結的這個程序 嗯 那 那 為什麼兩顆東西黏在一起 會放出能量 啊 那放出能量之後 為什麼不會又散開啊 這樣 為什麼叫做 這個stable啊 這樣 說話 有沒有一些簡單意味的方法 令到那些聽眾都明白啊 哦 其實呢 這個 這個呢 就是我在 自私基因那本書那裡 找到一個比喻 就是說 好像一個男人追一個女仔 然後女仔呢 就老奉呢 就要屈個男人請吃飯啦 請買衣服啦 買袋啦 這樣 花光他的錢 花了他的時間 然後呢 到最後呢 就有個男人說 啊 我在你身上已經花了 多少年 的時間和錢了 然後 然後 你想偷吃啊 哇 很不值啊 哦 即是人老豬王了 是啊 雙方都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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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女兒不用出錢 哈哈 嗯 那其實呢 就是那個女兒 要脅那個男人 令到那個男人呢 花了錢之後 就發覺 咦?我花完之後 飛了你再追第二個 我好大的cost 哈哈 所以最後呢 就要一起過著 幸福快樂的生活 哈哈 哈哈 因為他 他已經花了一筆錢 哦 就是愛吃暗紙巾 他不會結婚 哈哈 那所以呢 就是 只要兩顆pallicle 黏了之後 放走了那些能量 接著他們 就沒辦法走得掉了 他們就很Stable 很穩定 過著幸福法律的新聞 那你是不是真的 沒有錢之後就很Stable 那意思 是啊 就是越沒有錢就越Stable 哦 就是做一個 無雀仔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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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腳的雀仔 是啊 那 那就是說 如果 如果你 凡是東西黏了之後 放更多能量的話 他就更加Stable 更加Stable 因為 當他們要分手的時候 就要付回分手費 他之前放出來的東西 要付回 才可以分開的 嗯 所以離婚就要付善養費 然後想想想也好 真的不要管了 不要搞太多 是啊 所以呢 其實這個 物理的世界 那個原理 都是這樣的 就是追求Stable 是不是 是啊 不是啊 其實是很無奈的 很無奈地要Stable Stable 走不回頭 嗯 所以呢 其實這個宇宙沒有說 追不追求什麼 只是說 一跌下去 走不回頭 為什麼 哈哈 那之後怎樣呢 太陽核聚變 聚變之後 然後又怎樣呢 那就是一個 很大團的氫 那因為他們的引力緣故 就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 就產生一個聚變 聚變就放出能量 那就是其實你 平日看到的太陽光 就是在那些核那裏 飆出來的能量 那於是呢 這個太陽呢 這個氫就越來越少 海就越來越多 嗯 那終有一天呢 就會燒光了 是 然後它就會變成 變成 紅巨星 是啊 那 為什麼會變成 紅巨星呢 這個情形呢 就很複雜的 各位同學 到你大了就明白了 哈哈 其實呢 剛才剛剛看完Wiki Wikipedia 他說 因為燒燒一下 就燒光了 那呢 這個引 燒光了 其實呢 這個太陽為什麼會維持到這個尺寸呢 放能量出來 那怎麼辦 那大家呢 撐住了 對啦 就因為呢 大家很熱 走來走去 就是在這裡 不斷圈蛙 所以呢 它就會維持一定的尺寸 那就是呢 它如果更加熱的話 它的尺寸會更加大 那呢 而另一方面呢 那些 晚油引力呢 是會一直向 就是令到它黏在越來越細 而它的熱力呢 就是令到它越來越大 那雙方呢 就是達至平衡的時候呢 所以太陽呢 就一直都是這樣大了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了 現在這個時候太陽呢 就是達到一個平衡狀態的 是啦 那呢 那呢 到燒一下燒一下燒完的時候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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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因為沒有那麼熱 那它們就會黏在一起 就是那個密度會高了 那密度高了之後呢 因為大家又更加逼了 那於是呢 就產生了一個波浪 就是它的 墜變的速度 是快了 那於是呢 那於是呢 快了之後呢 跟著它又變成很熱了 那於是呢 就撐大了 那就變成紅巨星 嗯 那我們現在這個太陽的將來呢 就終會有一天呢 就變成紅巨星的 那它大小呢 就是 它會吞了地球落土的 是呀 它會去到差不多是火星 超過火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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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麼大呢 嗯 都幾誇張啊 鬥長命 所以在 純粹在科學上來講呢 世界是的確會世界回憶的 是幾十億年後 幾十億年後 幾十億年後 這個佛祖說過 這個地球會毀滅於火裏面的 所以其實佛祖是色飛色 哈哈 然後呢 我們的太陽呢 其實 在銀河系裏面 算是小顆的 那麼 那紅巨星燒完之後 變什麼呢 它慢慢慢慢就會 暗然無光 成為這個 這個 太空上面的 一塊黑鬼蠟掘的 垃圾 垃圾石頭 一塊石頭 其實那個 太陽的重量不夠 即是它燒極的話 都是燒到它變白蟻星的地步 是的 本身是應該有個程序上的 就是白蟻星 然後再去下一步 然後再下一步 然後再變黑洞 其實都很水皮黑 它不夠質量 即是燒極 燒極都燒不到它那個地步 是的 那接著呢 如果有三倍太陽質量的星 那又會怎樣呢 就會變中止星 是的 變中止星之前會發生什麼事 都是爆炸 是的 那為什麼會爆炸呢 其實就是說 到了 如果那個星球有太陽三倍那麼大 就是在星球核心裏面 那個萬有引力的壓力 是非常之強的 嗯 它真的按回頭 那它呢 就會令到 連這些 這個氦都會有Fusion 是的 就會一路這樣 一路黏黏著 就會產生這個氧 是的 Lithium 是的 Lithium Lithium嗎 Helium 不是 Helium Helium 就是一路由Lithium 即兩地 就是這個 這個 那些什麼 電池的 那些 那些 總之就是那些 那些 一路數到 去 氧的元素 就會在 那一剎那的聚變 那樣產生出來 那個聚變 會產生 很高的熱力 就令到這個星球 突然之間曝光 然後爆完之後就凍了 凍了之後那些物質就會再黏在一起 因為沒有熱力可以產生 變成氧氣之後再黏在一起 不能再融化 就只會黏在那些物質就會被萬有引力壓縮 最後壓到所有質子會撞在電子上 變成中子 修補做回一件東西 這個中子是很重 重到什麼程度呢 那你就可以想起 其實我們物質是非常稀薄的 就是一粒太古荒唐 這麼大粒的中子星 就是一百億噸 其實如果你望上天 如果你看遠鏡的話 你望上天可以找到一個星雲 蟹狀星雲 其實就是一個 你就會看到中間的就是中子星 周圍那些就是爆出來的東西 其實八億噸和中子星是看到的 看到的 中子星是因為自轉 就會發出一些混混混混的 那些訊號出來的 好了 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大家是不是很v混混呢 拜拜 下一集我們再回來 第二集回來繼續說 假如有些行星 是比太陽更加重 重十倍那麼多的時候 那當這個太陽 又燒光這個Hydro 就是氫氣燒光 全部變了海 那又會發生什麼呢 變了黑洞 對 發生黑洞 變黑洞之前 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就是三部曲 白衣星 然後就 中子那些 是 是當它變了海的時候 然後又是 因為它的引力太大了 所以這個海 就會比它更加加在一起 這樣就會更加多的這個 Fusion 就是核聚變產生 那它就會由這個氧氣 一直去到鐵 那麼多元素都會產生出來 但是最多就會產生鐵 那麼到它產生鐵的時候 所有過程都是一剎那之間發生 於是它就非常之熱了 於是就會爆開來 這個就是超新星爆炸 嗯 那麼就說這個超新星爆炸一爆 那一剎那產生的能量 就等於 等於回到那一剎那整個銀河 是所有星球發出的光的能量那麼大的 嘩 即是如果一有超新星爆炸 我們一定會知道 是啊 很猛的都看到 是啊 日後你都會看到那天 有個很光的光點 嘩 那麼 超新星爆炸完之後 那剎那些殘骸呢 又會黏在一起 那很多鐵在那裡 當然就是鐵會散開了在周圍那裏 那所以在那一帶那裏 就會有很多一塊塊的石頭 還有鐵、金屬那些東西在那裏 那剎那些東西就會 就會再黏在一起 然後就一路壓縮 就會變成什麼 只剩重元素 然後全會再壓縮多一次 是啊 那麼跟著呢 最後就變成黑洞 黑洞 是啊 剛才那三部曲 八藝星 然後就變成中指星 然後第三部就變成黑洞 是啊 即是它中間要先經過中指星 即是它經過中指星之後 它連中指這個粒子的形式 都沒有辦法存在到 所以你要讀完小學才可以讀中學 讀完中學才可以讀大學 所以不可以skip的 大家怎麼知道 那麼就連中指那個 都拆不住了 拆不住了 就會一路壓縮到變成黑洞 所謂黑洞的意思 就是說它的引力 就是令到光走過去 就進去出不回來 其實黑洞這個名字 初頭不是叫黑洞 叫魔術圈 魔術圈 對 魔術圈 初頭是很久 只是上世紀二十二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開始研究黑洞 那時候沒有這個名字 那時候是用魔術圈 這個很搞笑的名詞 後來才叫做 Magic Circle 對 Magic Circle Magic Circle 對 Magic Circle 我又聽說過 這個是一個重力的奇點 奇點 奇點 是聖叫Laurity 即是無限大 對 一個重力的奇點 對 但你說 你那個魔術圈 我又沒聽 那個是個名字 初頭沒有黑洞這個名字 那時候是很搞笑的 那時候是很搞笑的 黑洞 即是這個重力的大衛高客飛 然後就是 如果你的太空船 走到黑洞附近 然後不小心 哎呀 原來我們被黑洞吸住了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就是 有些人說 我們可不可以穿黑洞 其實是不會的 其實就是因為 當你跌下去的時候 因為 它那個 引力的 那個 那個幅度 是增加太快 你發覺 你的腳 是跌得比你的頭 所以 你是會整條 拉爛你 所以是死硬 如果你不死的話 就拉 拉到你很長 對 所以你是死硬 你是不會見到 它在這個 宇宙的背面走出來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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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說 黑洞 會不會 將所有星球 全部吸了下去 變成一個巨大黑洞 所有 整個宇宙被黑洞 全部被射掉 曾經想過 可能是這樣的 即是 宇宙滅亡於黑洞 誰知道 後來就是霍金 霍金 就說不是,其實黑洞是會蒸發的 為什麼呢? 是啊 為什麼呢? 是啊 就是什麼? 就是噴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我們看到的真空 就不是真的空 是任何時間都會無端端產生一些Virtual Particle 就是假粒子 就是寶寶仔嘔奶 這個假粒子為什麼會產生呢? 就是我們上次說這個Uncertainty Principle 測不準定理 就是這個測不準的能量 用乘以測不準時間是一個上訴 只要你夠快 你就可以不遵守這個能量手衡 去哪裡都可以 是的 於是你就在極短時間之內 我就是突然之間 櫃粒子和反粒子出來 撐住你不在意櫃出來 然後黏起來 噢,沒事發生過 這樣就叫做Virtual Particle 那這個Steven Hawking說 既然有這個Virtual Particle 周圍都有 反粒子 是的 在這個黑洞周圍都有 那只要這個Virtual Particle 一產生的時候 那這個反粒子 會馬上被黑洞吸收 然後呢,正粒子 因為正粒子和反粒子 一定是相反方向的 正粒子就是向外走 反粒子就是向外走 反粒子和正粒子撞起來會變成沒有東西 所以結果就是 那顆反粒子撞到黑洞那裏 會令到黑洞輕了 然後呢 那個正粒子走了 其實黑洞是少了 少了東西 噴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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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東西就是少了 那所以呢 它會整整整整整整整 就越來越細 越來越細 揮發了 嗯 那就越細的黑洞 揮發得越快 這個就作為黑洞蒸發理論 沒錯 那這個霍金呢 就是因為這樣 就成為這個計牛頓 我印斯坦之後最偉大的科學家 那各位聽眾 如果你想親眼看看黑洞 其實可以望上天上面 天鵝座就有一個叫黑洞 天鵝座X1的位置 是的 還有傳說中這個銀河系核心 這麼多顆星 集在一起的中間點 是一個巨大黑洞 嗯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它看到銀河系核心附近的星 是圍著一個沒有東西的地方在轉 嗯 那沒有東西怎麼會令到它 有引力地轉呢 就是因為 那裡應該有一個很大顆 但是看不到的東西 很大質量的東西 是的 好了 那 就 剛才說到很大顆的行星 爆了變成鐵 嗯 那鐵呢 就是 那個 在元素周期表裡面 就是排中間位來的 就是 它是 不是很重的 元素來的 那你 重元素 譬如這個 元 金 白金 以及這個 Uranium 就是油 那些就是重元素了 那由鐵去到金 中間的元素 哪會產生出來呢 那按照計呢 就應該是 因為這個油 不知道怎麼產生出來 然後油呢 它是 它是有這個 叫做radiation 就是什麼 放射 放射 原理就是 因為油 它的核 核心 太過大塊了 嗯 然後就不穩定 不穩定 所以它會噴了些 噴了些 噴了些 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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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出來 那便細了 原來呢 但呢 往往呢 就是細完之後 都還是不穩定 然後噴一下 噴一下 噴一下 對 一路就是這樣 它噴三個Helium 就可以變成另一個東西 對 大概是 那 就 由鐵以後的金屬 應該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但油又怎麼產生出來的呢 金又怎麼產生出來的呢 那我看了一本 不是 我看了一集 這個科學那些 不知道什麼 電影的 他就說 其實呢 要等到這個 兩顆宗子星 雙撞 撞 撞擊 那時候 就會 那些宗子就會 碎了 碎了之後 它就會 產生很多重元素出來 那大部分呢 就是黃金 因為在重元素之中 黃金是最穩定的 嗯 所以 其實呢 你說那些外星人 走來地球掘金 就是 沒有必要的 你到處找一下 其實有 很多黃金 在這個 即是 只要那些外星人 都有中子星相撞 那他們就馬上去了 是嗎 即是 他腦結了兩顆中子星 然後 撞在一起 即是另外一個 強子對撞 是 再來一次 這個大型很多的 宇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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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這個太陽 是不會產生 那些其他的 元素出來的 嗯 那麼我們地球 水星 金星 地球 月亮 火星 都是有一塊鐵在中間的 嗯 還有呢 其實我們 地球呢 是剛好什麼鬼元素都有 嗯 那為什麼會有那些元素呢 又掉了 哈哈 以前靜落的 是的 就是以前靜落的 那就是說 在這個 現在的太陽 之前就已經有些太陽 在這個生長過 然後爆完 爆完之後呢 那些殘骸那些 很多元素 飛了下來地球 飛了 到處都是 嗯 然後呢 當我們這個 這個太陽 在這個殘骸裏面 再 再 重新誕生的時候呢 它吸了這些元素 嗯 那麼這個 周圍那些石頭 漂浮的石頭 那些石頭 就會開始湧向這個太陽 然後呢 因為呢 後面 因為前面會阻礙著後面 嗯 那所以呢 他們呢 就是當它衝向太陽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旋轉的 然後呢 轉下轉下 就變成一個平面 就是這個是流體力學來的 就是沒有說 為什麼會變成平面 不是立體的包著太陽 那它總之是變成平面 不要問我 哈哈哈哈 那 然後呢 就其中那些 稍微大顆那些 那會因為晚又日 就會黏 一直黏 黏 整條軌道 變成其他的殘骸 轉下轉下 又變成其他的行星了 就會變成我們的planet 嗯 這樣 那呢 就 也都有另一個 節目呢 就說 其實呢 首先呢 是應該有個 好像木星那樣的星球 會先彈生 嗯 即是木星是 那些氧氣啊 那些氮氣啊 那些氮氣啊 那樣的氣體 黏在一起 嗯 這樣會形成一個很大的行星 嗯 那這個木星會圍著太陽轉呢 那有時候呢 這個 即是太陽 那個 應該叫木星那個位 那個行星呢 它有時候呢 那個軌道呢 是會亂走的 即是有時候近 有時候遠 這樣呢 那它呢 就會令到呢 所有物質都掉下去 那一顆星那裡 嗯 那就不會產生那些 好像水星啊 金星地球那些 那些 這樣的planet 出來的了 嗯 那如果呢 就變成了一個太陽和一顆行星 沒有了 嗯 嗯 所以呢 就不會有這些 好像地球那些 這樣的高等生物出現 嗯 那如果呢 那這顆木星是沒有產生過出來呢 那又行不行呢 又不行的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 在那些星星周圍呢 就永遠周圍都是一些垃圾來的 嗯 那些垃圾呢 就一定是要飛來飛去的 那如果沒有了一顆木星的話呢 木星圍著太陽轉的時候呢 它是一路會吸收了外來的那些隕石 嗯 令到它呢 不會掉落地球 嗯 即是它減少了這個恐龍滅絕那些事情發生 減少了很多倍的 嗯 那如果沒有了木星保護地球呢 地球是沒有機會進化到高等生物出來的 嗯 其實呢 過了一些東西過了木星之後呢 然後呢 還有一個月球 又是這樣保護著地球 又擋一擋 又再擋一擋 所以地球呢 嗯 很久才有一顆跌下來 嗯 這樣才引育了我們的高等生命 嗯 那我想起了幾年前呢 有一堆的水 有一堆的星體是撞到木星的 是啊 還有呢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呢 月球表面呢 你是會見到很多隕石坑的 是啊 所以呢 人家說你的臉是月球表面 那你知道為什麼呢 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保衛地球的 哈哈哈哈 你是超人 讚你 哈哈哈哈 這樣 然後呢 就是 這個呢 就是 在牛頓之後 那個 德國的偉大哲學家康德 嗯 牛頓死了之後 七十年 康德就提出這個理論 就是這個 就是Planet的產生方法 嗯 就是類似現在這樣 就一直到現在呢 都發覺它是相當 相當之叫做可信 嗯 但是呢 最近呢 我看了一本書 就是由這個 Sakura Sitchin 這樣寫 那他就說 發掘了這個 巴比倫的石板 然後再發掘這個 巴比倫之前的蘇美文明 嗯 在這個沙漠下面的 那些城市裡面的石板 嗯 就看到他們的神話 然後呢 那些神話呢 就在說 這個諸神的戰爭 那樣 他就說 其實這些是 二人發 之後的 這個 地球產生歷史 嗯 那你講一下 抄市 哈哈 你講一下吧 啊 啊 金正國 講一下 OK 其實 他 在Sakura Sitchin裡面 講的那個 就是 Epic of Creation 就是 如果你說 簡單 天地的產生 就是說 好像 聖經裡面那個 創世紀 天地初開 那麼 他們裡面那個內容 都幾吸引 最主要 一開始 我講的是Epic of Creation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Emula Elic 那 他說回整個 整個星體體系 其實本身只有11個 那 為什麼是11個呢 那 現在我們有九大行星 另外兩個哪個呢 就是太陽和月亮 那麼 後來呢 就 那個 軌道不斷在轉的時候 那 因為 啊 原本是沒有地球的 原本沒有地球 那個名字不是叫地球 是的 那個名字不是叫地球 但是都是地球的一部分 原本就是 有水星 金星 火星 火星之後呢 有一顆 大個地球幾倍的Planet 就叫不知什麼 總之 叫Planet K 這樣 那顆星 那顆 那顆星球之後呢 就才到木星 土星 然後呢 那時候呢 那個冥王星 是土星的 天王星 然後呢 那個 土星之後呢 就是天王星 海王星這樣 這樣 那 然後發生什麼事 啊 說話 現在的中國有多少 一開始的時候 水星 金星 11個 11個 是的 你照其實排回一樣 但是那個位置有比較不同 現在我們地球呢 就是在火星和金星中間 但是本身 還沒出事之前呢 其實地球呢 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中間 是 直至出了事之後呢 就把整個 orbit 就轉移了去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去到入 那其實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在 本來 本來 我們地球就是 11個 就是11個 衡星 那 中間那個 太陽系 在海昏星裡面 就因為那個 那個引力 引了另外一個 衡星體過來 然後到最後呢 其中那個衡星體 其中一個月亮 月亮的 即那個衡星體 就是現在的人說的 Panel X 是的 Nibiru 就在 太陽系的邊皮 不知道那裡 這樣拋過來 是啊 不知道哪一個 不知怎樣飛過來 然後就一下不小心 就拋了地球 然後就炸爆了 然後就把整個位置 移到你那個位置 嘩 你說得那麼快 是啊 那你要把它簡單化 什麼事 是不是 什麼 十幾乎幾乎方的時勢 剛才說出來 已經 殺了奸 是啊 將那個速度調回一點 是啊 就是說 有一顆 有一顆 星不知哪裡拋回來 Panel X 就是被這個海王星拋回來 然後那顆星 就一直在外面 經過海王星 天王星 土星 木星 然後就走到很近 那個Panel X 那裡 就是以前 沒有地球之前 那個Panel X 然後呢 它在這個Panel X 跟那個Panel X 非常接近之下 大家的衛星互撞 撞到Panel X 撞到這個Panel X 就是中間裂開了 變成兩份 其實Libiru那裡有七個衛星 其中一個就打到地球那裡 啪 啪 其實不是說兩個星頭撞 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行星就撞進去 將地球成的那個 即是 行太陽的軌跡 將它完全改變了 即是地球的前身 是的 就像打雞蛋一樣 裂開了兩半 是的 那它不是裂開了兩半 即是將東西打出來 然後那些東西 又散了出去 宇宙邊 他說 第二次 第二次再走近 那個地球前身的時候 才撞爛了其中一半 是 就變成一個小行星大 是 然後另外一半 就連接地球前身的衛星 就 就 就 走到現在這個地球軌道那裡 就變成地球和月球 然後 這個Panel X 又走了 他 他說 Panel X 那個軌道 最近 最近太陽的地方 就是 在這個小行星帶的 出一點 很少 嗯 但是最遠的地方 就是比明王星還要遠幾倍 其實它那個圍繞太陽的位置 不是我們 即是現在可以用回 九大行星的想像來想像得到 它每繞一次太陽 大概需要 三千六百年才繞一次 是的 它那個軌跡 基本上是可以說是橢圓形的 橢圈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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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量不到它那個 那個橢圈軌跡 可以說是 是的 比較奇怪 相比之下 冥王星的軌跡 就是二百多年一個圈 嗯 你想想三千多年 就是很多倍的 就是一個圈是很大的 剛才說到 冥王星以前是這個 土星的衛星來的 嗯 就因為這個PlanX 靠近的時候 就彈走了 引力吸走了 冥王星 令到它就跌到另一個軌跡 就變成現在這個 非常之橢圓形的軌跡 嗯 但是這個 究竟可不可信呢 聽起來是可信的 但是它有沒有發生過 是不知道的 唯一一個可信的地方 就是在太陽系裏面 有很多 碎星 即是數把星 它走的軌跡是逆時針方向 就是跟其他 行星的順時針方向相反 嗯 按照計 如果大家一起形成的話 沒有理由有些東西是掉轉走的 嗯 這樣 那在這裡又要講一下 什麼叫做 離心力 什麼叫做軌道 嗯 你的樣子好像很boring 很迷惘而已 很迷惘而已 很迷惘 突然我好像跌跌跌跌跌跌得很厲害 沒事沒事沒事 不是 眼睹得太太 不好意思 對 你要遷就一下別人 是嗎 遷就一下沒有讀科技 那些 是嗎 不好意思 我是有讀科技 解釋 其實離心力就好像剛才那樣 Meta還有Antimeta 其實應該適合這個 說明是向心力 是嗎 是啊 又變得他 對 向心力這個 term 其實和你的名字已經告訴你 總之有一個物體在 譬如是太陽系 太陽就是心臟 其他的地球 火星 水星 就是因為有向心力圍繞著太陽在那裡轉 最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都是不明白 我們以前教書的時候面對學生 說完一輪就不明白 其實就是說 假如太陽在那裡 然後你拿著太空船 在太陽旁邊走過 其實你會一直走直線 不會無緣無故地繞著太陽轉 但是當你走太陽的時候 太陽就會拉你近來 不斷地拉你近來 但你不斷地想走直線 其實你的直線一定是在離開太陽 於是當太陽一路 其實你一路想離開 這是因為惰性 你想走直線 所以他要一直拉你 才可以讓你保持圓形的距離 來繞這個圈 不會走得 這個就是說 你要有東西拉 才可以走到圓形 所以那個叫做向心力 就是要有向心力才能走到圓形 就像你找一條繩子 包著那個波 那你擺一條繩 那個波就走圓形 那條繩就是 製造了向心力 因為他要拉著 拉著那個波 不讓它走 那就是向心力 然後那條式就是 如果你的波走得越快的話 那個軌道就越大 是不是 原先一開始的速度越快 是的 一開始的速度越快 那個軌道就越大 速度越慢 那個軌道就 越小 是不是 不是 是嗎 速度越小 速度越快 那個軌道越小 是嗎 是的 應該是的 因為水星 水星是比木星快 那些 好 我們抹去 果然是physics 速度越快 那個圈就越小 速度越慢 那個圈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走一走 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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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慢 越來越慢 那你會離開 是嗎 是 拋開離開 那 那 又有啪 是不是 是的 水星是 圍繞太陽最快的 水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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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as 就是God Messager 如果你用 不用說 那些神話 學廢話 它唯一的速度 是比其他 其他 所以 越大 比如說 木星 水星那些 因為那個 軌跡大 它們走的 速度是比較慢 其實 馬上計算 A等於V2 R 是不是 錯了 你沒有說 A是什麼 V是什麼 我們一會兒 暫停完之後 再告訴你 先 自己拆掉它 好 總之 就是 就是 這個 其實 就是 為什麼地球 會自轉 公轉 就是 為什麼地球 會自轉 公轉 就是 當一開始 太陽形成 那些石頭 衝在太陽 然後 前面阻止後面 於是它們要旋轉 其實 旋轉的力 一直維持到現在 是沒有變 如果沒有力 即是 地球停不動 那它會怎樣呢 它會馬上被太陽吸進去 就被太陽吞了 所以地球是不會停轉 但是 自轉可不可以停轉呢 自轉是可以停轉 但是 如果地球 自轉一停的話 它表面上的所有海水 它的慣性 就是會繼續向前走 嗯 還有空氣的慣性 也是會繼續向前走 所以 地球一停轉的話 就立刻 這個 超級阿媽都不認得海嘯 大海嘯 大家一起死光了 所以地球是不可以停的 是的 地板移動 對 是的 是的 好了 那這次呢 終於都頂到 夠了 哈哈 哈哈 喂 阿石 早前呢 霍金不是說 說什麼 就是外星人 很有侵略性啊 叫我們 不要走去搞它 就是不要找他們啊 那不是很危險啊 這樣 怎麼看阿石 這個問題我被聽眾問了幾十次 這樣呢 我 早前 被人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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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剛剛就是這個雷電交加那一天之後沒多久 嗯 就是在說這個五十六種外星人 嗯 那 然後呢 在這個直上呢 那個 牛姑呢 嗯 就是沒有說到五十六種外星人 嗯 那他呢 就說 其實呢 霍金 霍金出糧給他那些 那些影子政府那些人 所以呢 其實他是 知道有些什麼可以說得 嗯 所以呢 他呢 他如果一說 說了些什麼不合聽的話 可能他就被人炒魷魚的了 哦 所以他就故意要說反話 哦 那說 霍金說這樣的反話呢 那周圍那些人就在那裡不停說 為什麼啊 為什麼霍金說這些東西 這樣 反而就炒熱了這個話題 那他就達到了目的了 哦 這個是陰謀論的說法 哦 就是不想那些人認為外星人是 是好人的 他故意說反話 哦 就是炒熱了這個話題 那你個個都討論這件事了 是啊 哦 原來用心良好的 是啊 就是無間道啦 是收了錢 但是呢 就說另一套 是啊 是啊 那麼呢 就 在這個 上完這個第一次這個物理課之後呢 Joseph呢 你又 發了一段影片給我 就是講這個 String theory 是啊 超然理論 超然 是日本的物理學家嘛 是啊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Micheo Kaku Micheo Kaku Micheo Kaku 家內代紅 家內什麼啊 家內 家內道紅 道紅 是啊 我以為是代紅 是啊 我是代蟲 道蟲 我最近在書局那裏拿起這本書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他說其實這個宇宙就不斷膨脹著 如果你以這個很闊的範圍來看這個宇宙的話 它膨脹的速度就是比光速大 嗯 其實就是說你全部東西一起 好像吹氣球那樣 越吹越大 你氣球很大的時候 它膨脹那時候的速度 是會越來越快 嗯 他說其實呢 它是去到某一個長度之後 它是那個空間 膨脹速度快到光速 所以在這個長度以外的 那些銀河系呢 那些光是永遠都來不到地球 就是我們不會看到那個範圍的星體了 是啊 那就是我們能夠看到的宇宙呢 原來是有個範圍的 嗯 但是不是代表我們看到這個範圍之外 是沒有東西的 嗯 所以其實這個宇宙呢 是比我們想像中大的 嗯 在我們可見的範圍之內 就有一千億個銀河系 就是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位 這個位 一千億那個位 就實際上不知道多少 嗯 一個銀河系呢 就有這個 十億顆星 就是那個位 嗯 那有些人又說 數數數數 有三 三十億顆 太陽 這樣 嗯 那其實呢 在我們能夠看到的宇宙的物質裡面 就只是佔了宇宙裡面所有物質的四個百分比 是的 Meta 4個百分比 因為呢 如果你不發光的話 我們是見不到的 嗯 是的 然後呢 他就說 不發光那些 就是好像宇宙飄浮的石頭 你看不到 嗯 那裡呢 原來只是佔了二十幾個百分比 嗯 是 Dark Meta 是的 那些叫Dark Meta 然後呢 剩下那七十幾個百分比 的能量 是不知道以什麼形式存在的 Dark Energy Dark Energy 對 然後呢 原來呢 在我們的銀河系裡面 除了氫和氦之外的其他所有元素加起來 只有萬分之三 那呢 剛巧我們地球有齊齊這麼多元素 其實機會都很少 那就很幸運了 是啊 不是 然後又轉回霍金的說法就是 如果不是齊齊我們哪會在賭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沒有說好彩不在賭啊 不好彩 不好彩 剛巧而已 不是 因為齊齊所以我們在賭啊 嗯 我們不會知道有什麼不齊的 嗯 因為不齊他就不會整個人 我們就不在賭啊 是的 那呢 接下來就有什麼說呢 就是講一下這個 為什麼時間只可以向前 不可以向後 是的 我也有一個問題的 但是既然我們經常都說 物質 有正物質 有反物質 那其實 空間 其實有正空間 其實有沒有負空間呢 那時間 我們經常都說 向前 向前 其實有沒有向後的時間呢 那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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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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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在這個量子的物理學呢 又有另一個解釋 但是兩個解釋 都是說 時間只可以向前 可以向後 那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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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像一下這個物質呢 全部都是好像這個 這個桌球那樣 那麼呢 那些桌球 都放在桌子上 然後呢 然後呢 你一射過去 那就彈走那些球 那麼呢 那麼呢 它 由A波彈 B波 然後兩個彈開 那麼其實呢 那些這樣的式呢 是沒有說 是向前還是向後的 嗯 那就是說 其實呢 被人彈開那個波 它是可以反轉 走回 彈回A 然後A就由原路 打到退 這樣走 嗯 那麼有些人就說 那麼可以 所有東西都可以 打到退 走回頭而已 那就是時間向後 那麼呢 但是呢 就有人呢 就用一個 用一個統計學的原理 就說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這個原理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盒 是白米 嗯 然後另一盒 是紅豆 嗯 拌勻之後 嗯 那就變成白米拌紅豆 然後你不斷拌勻 有沒有可能 會出現一個現象 就是這個白米在左邊 紅豆在右邊呢 那這個可能性呢 就不是沒有的 很低客 是極之少 就是比起你 中十次六合載頭獎 更難得多 我那個應該有特異功能 是嗎 是啊 那就沒得說了 那就是等於說 你吃了東西之後 可不可以 吐回 吃了一隻蟑螺 肚子吐回一隻蟑螺 是不行的 因為蟑螺進去 搞爛了之後 你再撿回去 黏回去 一起再吐出來 是這個可能性是沒有的 因為撈亂了就撈亂了 嗯 但是呢 其實他說 其實不是沒有可能 是這個極之低的可能性 嗯 就是說發生了的事情是不能回頭 嗯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 所以時間只可以向前 然後呢 剛才Charles 就在迫哥問我 喂 這樣是不是違反了這個量子力學的原理呢 這樣 為什麼違反了 我反過來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有時光機的話 你不斷向後退的話 那究竟這個時間是向著向後退 還是我們用現在向前的時間來向後退 哈哈哈哈哈哈 不懂得回答 很深啊 這是哲學來的 這是哲學問題 即是你不斷用時光機去向前往 那你回到初頭大爆炸那一刻 那 時間是不是向後退 這個是比較哲學性的問題 因為初頭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 有Meta有物質 也有Animeta反物質 這個 這個 最作為做基礎的時候 就是時間 如果有正時間的話 會不會有反時間 作為一個大家抵消的點呢 哈哈哈哈 那 問題就是 剛才那個時間只可以向前拼勻 不可以回頭 這個理論 就是有另一個 另一個方式是寫出來的 那個就是 熱學定理第二條 最初是製造引擎的 那些人想出來的 就是有沒有可能有一個機器 是永遠這樣轉的呢 這樣 原來是不行的 我們在轉的時候 它因為有摩擦力 摩擦了之後 那些熱就會離開了 那基於拌勻了 回不回頭的原理 那些熱理是沒有辦法 在那裏撈回去 放回去 再給回去 那所以就是 沒有一個機器可以永遠這樣轉的 其實第二定理 差不多變了 又是牛洞力學的另一個宇宙定理 又是不可以 基本上不可以改變 是的 那接著呢 後來的人 就把那個說法 就 用一個先進一點的方法說出來 就是說 這個宇宙呢 是會最拉尾 搞到很雲巡的 就是變成一碗湯 所有東西都拌勻 嗯 這個叫做混沌 是不斷增加 宇宙湯 那到所有東西拌勻之後 就沒有東西可以發生的了 因為所有東西發生 都是因為 這邊多那邊少 不均勻 不均勻 所以就會有衝過來這件事 嗯 如果均勻完之後 就沒有東西可以 向任何地方去衝過去了 又很平均了 是 意思就是說 你在家裡 把書亂丟掉就可以了 你不要把書都撿得很乾淨 撿得很乾淨 到最後呢 到最後呢 你是要到處有東西拌勻 哈哈 有空位的時候 你就會拌勻下去了 是啊 即是當你亂到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時候 就不可以再亂 對 這個叫亂中有罪 哈哈 所以這間房子 亂一點是好的 是啊 當你整齊的時候 就會有人搞亂它了 哈哈 但是呢 後來就有人說 其實呢 這個 這個 宇宙越來越亂那樣東西 是可以局部違反的 嗯 就是說 你可以 譬如 冷氣機這樣 就是說 暖氣和冷氣 拌勻了 不是 熱氣和冷氣拌勻了 變暖氣 那你不可以抽回去 一邊一邊冷 嗯 然後有人說 那冷氣是什麼 這樣 冷氣機就是把 這邊就越來越冷 那邊越來越熱 那是不是 是不是把冷和熱分開了 但是其實是有代價的 就是冷氣機浪費了能量 嗯 那這個就叫做 局部違反 這個熱學定理第二條 嗯 就是你可以在 局部地方變成 越來越有秩序 但是代價呢 就是有 其他更加多的東西 就被你搞亂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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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一抹大眼 你已經知道 是有很多的局部違反的 那就是說 原本 在這個世界 那些 化學物質 應該好像海水一樣 一坨 拌亂了 只有些很簡單的 化學物質存在 那 那 細胞是什麼 細胞是一些 非常精心設計的 化學物質 擺在一個非常有秩序的地方 嗯 而且細胞還會進化 DNA 由細菌開始 到人類 是越來越長 越來越多 那些設計就越來越好 那這個就是反混沌 嗯 但是代價呢 就是你吃完 吃完飯就要大便 哈哈 就是你一路 能量轉移 對 浪費一些能量 但是你的複雜程度 就越來增加 嗯 那這個就是局部違反 那所以呢 剛才Charles問我 如果你有時光機 翻到以前的話 那是不是違反了這個二學定理第二條呢 這樣 那我答你呢 就是 可能是局部違反 可能局部違反 就是你要用很大的代價 令到一小撮的物質 翻到以前 但是呢 就是要令到更加多的東西 就是變成混沌 這個答案非常之好 就是很期待科學家 會做到兩個時候的學期 就是世界會更加混亂 哈哈 哈哈 就是一撥這樣 一撥這樣 就燒了座山 然後那個人就回到前 其實可能現在已經有時光機 你看到現在你的世界多混亂 嘩 嘩 很精彩 哈哈 哈哈 是啊 那 那 然後呢 就 然後呢 有人說 有沒有一個量子力學的 這個Aeros of Time 這個理論呢 是有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一向說 這個物質 那些細節 就不是一粒粒 是一撇撇的 嗯 還有呢 就是你 你去觀察它的時刻 它就在這裏 你不觀察它的時刻 它就在這裏那裏那裏那裏 那裏 你是不知道它在哪裏 那裏呢 那裏呢 就是叫做 可能的軌跡 就是這個 Imaginary Path 嗯 還有可能的時間 就是它是有無數的可能性 在任何的地方 你不知道答案 直到你 硬 硬要找它 對 才可以知道究竟是什麼 然後呢 就當你射一粒 光去撥它 然後反射回頭 在那個時刻的時候 它就真的在這裏 其他的可能性就沒有了 哦 就是等於說 如果你不祝你老婆有沒有通姦 那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老婆有沒有通姦 是啊 不知道的話 就只有可能 可能有 是啊 那 所以呢 當你一去觀察一粒粒子 其他可能性就沒有了 那就是說呢 它是不可以觀察完之後 再走回之前那些可能的 因為已經變了別的東西了 那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量 量子版本的這個時間 不可向前 不可向後走 明白嗎 明白了很久了 這麼聰明的 蛤 你要扮明 是啊 要扮明 哦 哦 明白了 真的 要找你超名的 那 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說 不是說四圍的空間嗎 那 將時間都會放進去第四圍那裡 那如果以一圍一圍來說的話 譬如好像平時三圍那樣有XYZ 又加又減又正又反 那如果時間都是第四圍的話 那照計時間不是都應該會有正反兩邊嗎 哦 那剛才我們就說正的 都只是 是 阿恩斯坦就說 當你走得越快的時候 那個時間過得越慢 所以 所以速度會影響時間 那 但是時間 最多可以快 可以慢到停 不可以回頭 即是它是沒有零之後 是的 就是阿恩斯坦認為 那但是霍金呢 就是說 時間是有Imaginary Time 嗯 就是可能 可能它回過頭 是的 那這個差不多跟AntiMeta 即是既然有Meta 跟正時間一起向前 AntiMeta 就可能跟副時間又能回到一起 是 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大家都很保守 嗯 那接著呢 有些 DewAge人呢 就說 聽過一個理論 就是這個時空是斷片來的 即是斷開了一格格 那就問我 喂 是不是真的嗎 那 那其實呢 我是在這個 我家裡那本 所謂 書架上最深的那本書 心靈與科學之橋裡面呢 就說 1950年 David Boom那個人 寫了一個理論 那他就說 因為有這個測不準定理 那在 越短的時間裏面 能量的測不準就越大 那他就說 只要你計算是 10-43次方秒 即是在0後補43.0的秒 嗯 那麽短的時間之內 那個能量的測不準呢 就大到呢 是可以產生個黑洞的 而那個黑洞呢 就是非常之小 那個範圍呢 那個長度呢 就是10-33次方 Cm 嗯 即是0後補33.0 那麽短 那在這個 在這個長度以內 的 空間呢 就變成 咬到變成水直的了 即是說 那些光走過去這個洞 空間那裏呢 就變成跌到洞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呢 但呢 只在10-43秒 之內 去搬不上 那裏呢 於是那些人就說 所以呢 我們 人類能夠了解的長度 就不能短過這個 長度了 那麽呢 那就有人說 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說 在這個空間裏面 假設每一個10-33次方長度以內都是黑洞 這樣空間就充滿極大的能量 明白嗎? 又是 剛才說能量是測不準 因為越短時間內,能量的震盪就越大 會大到黑洞的大 這是大爆炸能量 空間就充滿了能量 按照這個數計 一粒太古方糖大概2g 如果一粒太古方糖這麼大的中子星 就100億噸 剛才有沒有說過? 好像沒有說過 100億噸 就是一粒方糖這麼大 你是沒可能拿起這粒方糖 所以你知道其實我們的物質是很稀薄的 因為當電子撞到原子核裡面 全部電子撞到原子核裡面 就變成中子星 原來物質是這麼高的 但是呢 照剛才這個10-33cm的黑洞 用那個模式去計算空間的話 一個太古方糖這麼大的空間 撞到那些稅出來 立刻就可以彈了一萬個銀河系出來 有這麼多物質摺在一個方糖裡面的稅 就是一粒沙 Type-1 civilisation也是大概這樣的能量 現在我們大概是0.7度 如果要慢慢慢慢進化到 比較可以用到這麼多能量的時候 再要去多幾個 百幾二百年才去到這個程度 就是你要做一個圍繞地球一周的箱 要撞幾次 這樣就是宇宙大爆炸 到時就包了地球 是啊 要撞到一個地球出來 大家舉家疑問都可以有 是啊 所以呢 其實大家應該對這個空間 有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空間才是實心 物質是稀薄的 我們以一個好像 好像廁紙那樣的密度 穿過這個實度 質到實在的空間 我們以為空間是空的 其實是反過來的 這樣 是不是很荒謬呢 很恐怖的想法 所以就有平衡宇宙呢 是啊 其實在初頭 十的四十三 即是十負四十三 十負四十三 十負四十三次方秒 對 秒之後大概 再過到零點幾秒之後 就已經有十一段空間走出來 但是後來就摺了 摺了是負二十三十二個CM 即是其實比Pan length是大多 十倍 對 十倍左右 然後摺在裡面 就變成我們只剩下四個空間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好迷惘 是不是就是 時間越短的狀態 空間就越多呢 可以這樣說 現在不是說 無緣無故有一些粒子不見了 其實都是用同一個理論 就是在 可不可以找到這麼短的長度 去到這樣的次元 即是說 只要我們 有這樣的鏡頭 測到那些負幾多次方的空間 就會 其實看到我們 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世界 因為現在的超限理論 是說11次元的空間 但是11次元真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知道 那有一個 很令人 沒有辦法想像的就是 我們現在就說 第三度空間 還加上時間 第四度 那第五、六度 第七、八度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加起來 接了在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就是這樣 希望 譬如說 你做 強之對狀人好嗎 或者 再做 超限理論的理論也好 就是找回 可不可以 彈開 這些空間出來 而我們可以再 再做一個 另類的實驗 嗯 哦 我記得我第一次拿起那本 Crayon 寫 不要以人類的方式思考 Crayon 寫 你們想那麼多做什麼 多Q餘啊 大哥 哈哈 你們好好做人就好 哈哈 金飯 那麽多東西 唱阿哥 是啊 是啊 只不過在幾十年前 你才射了人造衛星上去 稍為可以望遠一點 這個宇宙 只有幾十年的資料 你就妄想 走去找這個 幾百億年的宇宙 還有不知幾多萬億光年 這樣的闊度 看看發生什麼事 傻啦 哈哈 用幾十年的智慧 你就想解釋幾百億年的東西 是啊 不要太煩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還要搞到11度空間 想怎樣搞的 人都瘋了 再摺摺摺摺摺摺摺到26度 又怎樣 是啊 那本《靈魂與科學之橋》說 複雜是沒有上限的 哈哈 即是金錢和女人都沒有上限的 哈哈 有 人類 這個世界只有三十幾億條女 哈哈 哈哈 還有全世界的錢都是有限的 哦 那你這麼大話這樣說 就有個總數 但是一個人可以賺到多少 雖然錢是在膨脹 哈哈 這樣 聽完今天之後 大家都好像沒什麼得著 會不會 蛤 有 你知道了 不要知道那麼多 是啊 最後就是這個人做結論 哈哈 聽眾都不要想那麼多 聽完就算 叫各位聽眾 不要想那麼多 聽了就放在一邊 是啊 然後呢 說了那麼多之後 我才告訴大家 這些都是第二層皮來的 上一次就這個表皮 就好像曬完太陽 脫掉了浸衣 這樣 接著現在呢 就是下面 下面會飆血那層皮 都還沒到肉 哈哈 是啊 我本來想到可以說到到肉之前的東西 看來又要說多 哈哈 才可以說這個 拆解這個 鬼佬拆解 就是還會有這個物理教室三 是啊 厲害 喂 結果一下 物理教室三說什麼 不如 聽眾快溫定書 是啊 咦 剛才其實我們忘記答這個 這個離心力的問題 哦 現在說回 是啊 剛才 對 剛才搞錯了 Velocity Obiting Period 是 什麼來的 Velocity 是 速度 是啊 速度 還有這個 運轉那個 那個叫什麼 周期 周期 這個水星呢 它的周期是很短 嗯 所以你就以為水星走得很快 不是 我們說錯了不同的頻道 不習慣 大家在不同的頻道 是啊 其實呢 水星 是在這個九大人星裡面走得最慢的 是最慢的 所以它的圈就最少 我說圈 還是說說速度 速度 就是 我說了圈 所以呢 其實冥王星牙走得最快 當然Panel X更加快 超快 超級 但是它的圈就超大 就是因為它超快 所以太陽呢 就拿它不住 那它呢 所以才走一個這麼大圈 嗯 這樣 是啊 所以你看到跑100米是快 哈哈 跑馬拉蟲那些人 哈哈哈哈 好 這個比喻非常好 是嗎? 是啊 是啊 不是啊 你不對啊 又錯了 哈哈 又比賽了 但是算了 算了 我看你這麼晚都想不到 是 開眼睡 預告什麼 這個 下次教什麼 鬼佬拆解王 那個什麼 David Wilcock 是 是 他說過 當這個地球呢 進入了這個銀河系平面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DNA 跟著那些銀河系輻射噴到地球那裡 嗯 於是呢 人類呢 就會有這個史詞無禮那麼快的進化出現 嗯 究竟 他這樣說 是對不對的呢? 究竟我們還要補多少課才可以解到這個問題 我挺有興趣他說那樣說整個 現在經常說全球暖化 但是他在說 其實整個太陽系都在升溫的 這個已經說了 講了嗎? 但是呢 David Wilcock還有另一個 另一個theory 嗯 就是說呢 這個地球呢 其實呢 你如果把南北極 對準一個二十面體 就是 Ecosystem 就是有二十塊面 有十二隻角的立體 塞在地球那裡 那每一隻角呢 就對應回這個時空的 不知道什麼噴出來的 不知道什麼的 嗯 那些 這個 史前的所有聖地呢 都是在正的角上 那你怎樣找回那些角呢 就是只要將其中一隻角 對準這個百慕達三角 就可以了 不斷複製下去 是啊 那究竟他講什麼 其實我是解不了的 你不要指望我解到 哈哈 那好了 那現在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我知道大家都很頂不住 很想睡覺 哈哈 我想你要 今次要 分六次聽先 聽得好 哈哈 哈哈 有對象 嗯 不著數 分六次 不是 你的女粉絲說 要分四次聽 是 平日那些 平日那些 成六 就是二十四 分二十四次 分二十四次 總會聽得完的 各位女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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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究竟來做什麼呢 哈哈 叫了你 不要想那麼多 哈哈 好了 節目時間又夠了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 呀 好 好 好 喔 好 好 好 喔 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